在释放能量的过程中,煤炭每释放一单位的能量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要超过任何其他化石燃料。 因此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中,煤炭首当其冲,成为被限制开采的主要能源。 但能源转型的大前提,首先是要保障能源安全。 从资源储量来看,煤炭占我国已探明化石能源总量的94%左右。 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来看,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3%和43%。 从替代能源的发展趋势看,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仅有29.5%,短期内大幅提高有较大难度。 这样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在中、短期难以替代。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2030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 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推进能源转型。 十四五期间,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压仓式作用不会改变。 今天我们来看一家西南地区的煤炭龙头、盘江股份。 重点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地区,煤炭储量排在第二梯队。 作为一家地方性的煤企,如何看待后续的业绩增长? 第二,当前煤炭行业的景气度如何? 第三,作为强周期性行业,煤价、公司业绩和股价之间的传导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收入90.6亿,规模净利润16.58亿。 利润的增速自从2021年一季度起,持续高于收入的增速。 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的上涨。 从产品来看,公司98%的收入都来自煤炭, 剩余2%是电力和矿山机械。 煤炭的品种构成上,74%的收入是精煤及炼焦煤, 15.4%是混煤及动力煤, 剩余8.6%是外购煤炭。 从下游应用来看,炼焦煤主要下游是钢铁和化工, 而动力煤主要用来发电。 从全国的煤炭品种构成来看, 动力煤占绝对份额,产量占比大约是84%。 盘江股份所处的贵州省在煤炭资源储量方面排在国内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是山西、内蒙古、陕西,通常称为山西地区。 原煤产量占全国的72%,排在第二梯队的是新疆、贵州和安徽。 由于煤炭产量较为集中, 我国煤炭一直呈现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格局。 但是北煤南运面临着较高的运输成本,价格不具备优势。 北方煤仍然很难补给贵州及周边缺煤省份。 西南五省中仅贵州原煤产量超过一吨, 并且是长江以南唯一的煤炭调出省。 贵州省承担了西南地区的煤炭供应任务。 背靠大股东的支持, 盘江股份成为了西南地区最大的炼焦煤企业。 盘江股份的实控人是贵州省国资委下属的 贵州盘江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为整合省内煤炭资源。 2018年更名为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将省内四大国有煤企全部并入旗下。 这四家企业分别是盘江控股、 林东集团、六支工矿集团和水矿集团。 按照当时的方案, 实控人将采取资产注入、转让等方式, 整合其控制的与上市公司盘江股份、 业务相同的其他企业, 以避免同业竞争。 2020年以来, 共发生了两起资源整合。 第一是2020年6月, 收购盘南公司54.9%的股权。 此前盘南公司旗下的降水煤矿, 交由公司负责托管经营。 第二,2021年增资并绝对控股首前公司。 首前公司下属的杨山煤矿, 你通过既改来扩充产能, 并且在2020年年底开工建设。 盘江股份原本持有首前46.64%的股权, 不具备绝对控股。 首前的实控人是盘江股份的大股东。 首前扩产后, 双方可能会构成潜在统业竞争。 为消除竞争, 盘江股份在2021年与大股东资产置换, 将旗下一家房地产公司与首前公司置换, 持股比例提升至52.33%, 达到了绝对控股,除了资源整合, 还有现有煤矿的扩产。 2019至2021年, 公司连续增加资本开支, 合计66亿, 占营收的比重也由2018年的8%, 提升至17%, 资金的头像主要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旗下满意公司和横浦公司的煤矿扩产。 另一部分是新建子公司推进煤电一体化项目。 借助扩产和大股东的资源整合, 盘江股份的产能从2019年的1000万吨, 提升至2021年的1511万吨。 结合公司的十四五规划, 预计2025年产能将提升至2500万吨。 时控人盘江煤电集团的产能, 也预计提升至7000万吨。 产能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 可以借助我们后面给出的经营效率的指标来跟踪。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除了煤炭产能的扩张, 盘江股份也在推进煤炭业务的转型。 选取的路径是煤电一体化和新能源发电。 2022年3月, 公司借助定增募集资金35亿, 其中24亿元用于旗下子公司 盘江星光2×66万千瓦的燃煤发电项目。 此外还成立另外一家盘光普定子公司, 同样准备建设2×66万千瓦的燃煤发电项目。 两个项目预计在2024年投产运行。 在新能源领域, 在今年初, 公司大股东与安顺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准备以上市公司作为投资主体, 在安顺市开展盘江、 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项目。 首批10万千瓦的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已经获得董事会审议通过。 在产能稳步扩张的背景下, 煤炭价格是决定公司业绩的关键因素。 煤炭作为强周期性行业, 价格代表了行业的景气度。 历史上煤炭价格共经历过三个周期, 第一是1997年至2010年, 煤炭周期上行, 期间呈现涨长跌短的形势, 影响煤炭价格的主要事件, 包括97年亚洲金融危机, 煤炭供过于求, 价格下降。 随后经济恢复, 监管层调控, 现产, 供给收紧, 煤炭价格回暖, 一直上涨至2008年的历史高点。 由于煤价涨得太猛, 发改委还出台文件, 要求竹产省电煤价格波动幅度在8%以内。 即便如此, 1015期间钢铁、基建、化工行业快速发展, 煤炭需求旺盛, 使得煤炭价格持续上行。 第二是2011至2015年, 在煤炭价格上涨了10年后, 由于产能过剩, 同时下游需求放缓, 供过于求, 煤价开始进入下行周期。 秦桓岛港的动力煤价格从每吨905元, 下降到2015年的每吨400元, 降幅为55.8%。 截至2015年年末, 37家上市公司中有23家亏损, 行业的平均负债率更是高达59.6%, 甚至出现了债务违约现象。 于是2016年, 监管层出台了7号文, 实行供给侧改革, 力图解决煤炭行业产能过剩。 受到政策影响, 煤价开始上行。 当年煤炭的价格从低谷的极值每吨400元, 上涨到每吨650元, 涨幅为62.5%。 这里又验证了一个结论, 对于强周期性行业来说, 一旦出现生产商广泛亏损, 往往意味着周期的拐点。 第三是2016到2019年, 煤价在600到640元每吨的区间高位震荡。 在煤价的历史区间, 高位是900元, 低位是400元。 基于供给侧改革政策的支撑, 煤价一直在中枢位置附近。 2020年至今, 煤价短暂回落后, 重回高位。 此前7号文中的过剩产能基本退出。 疫情初期影响下游需求, 也带动了煤价出现短暂下跌。 随后下游需求回暖, 叠加天然气价格攀升。 基于发电端的替代效应, 煤炭价格也跟随上涨。 煤炭价格一度攀升至最高值, 区间890元, 目前仍处于780元这一较高位置。 那么站在当前的10点, 未来煤炭的价格走势如何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做简单预测。 第一是下游的需求, 煤炭的直接下游需求占比为 发电53%, 建材7%, 化工6%, 钢铁17%, 供热8%, 但这些下游还可以继续拆分, 比如钢铁的下游又分为地产、 基建和家电等, 这些算作对煤炭的间接需求。 把直接和间接需求汇总, 会发现煤炭的最终流向是房地产21.1%, 基建11.3%, 第三产业除基建和地产6.9%, 居民生活21.7%。 2023年政策面推动经济的意愿比较强, 所以前三个领域对煤炭的需求 会维持在较高位置。 居民生活用煤, 刚性特征明显, 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第二个角度是煤炭的库存, 我们重点来看港口的库存。 发改委没有对港口最低、最高库存做出规定, 因此港口库存是用来衡量煤炭市场供需、 煤价走势的重要指标。 通常来说, 港口库存较高, 可能反映出供大于求, 导致库存堆积在港口, 煤价下行压力加大。 截至2022年11月, 秦桓岛和主流港口的煤炭库存 均位于2016年以来的较低水平。 综合上述两个角度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2023年煤炭价格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产能稳步提升, 短期煤价维持在中高位置, 预示着量和价在未来的一年内, 对盘江股份的收入增长都是偏正面的。 那么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呢? 虽然公司是西南地区的煤炭龙头, 但是和三西地区的巨头们相比, 还差着几个数量级, 并且基于煤炭资源储量的分布, 很难实现超越, 可以在经营效率上做比较。 首先是吞煤资源税, 从煤炭生产经营的流程来看, 第一项主要成本是前期的准备成本, 这期间占大头的是矿产资源税。 我国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 由国家行使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煤炭企业需要向相关部门缴纳矿产资源税, 以获得煤炭开采权。 煤炭企业吞煤资源税计算公式是, 当年的资源税除以当年资产煤的销量。 计算后可以发现, 受各地税率和煤矿生命周期的因素影响, 煤企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大, 普遍在每吨10到20元之间, 盘江股份较高, 每吨22.5元, 花洋股份则只有每吨10元。 资源税主要与煤企的规模有关, 大型煤企普遍在10亿元以上, 国家能源集团等大型的央企资源税超过百亿, 而小型的煤企普遍在3亿以下。 伴随盘江股份的产能释放, 吨煤的资源税有望逐年下降, 这个指标可以跟踪、验证。 第二个指标是吨煤成本, 是判断煤企经营效率的重要指标, 指每销售一吨煤所分摊的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包括有材料费、人工、动力和折旧等。 由于煤炭的复存条件, 开采难以程度不同, 煤企之间吨煤成本的差异比较大, 多数在每吨300到400元。 盘江股份的吨煤成本是510元, 后续公司能否提升经营效率, 降低吨煤成本, 是盈利能力提升的关键。 煤炭企业还有一项重要的成本是运输成本, 但因为盘江股份的煤炭, 多运往贵州省内, 及周边的四川和云南等西南地区, 运输费用较低。 最后再简单总结, 煤价、煤企业绩和股价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 周期股往往有三个高点, 第一是股价的高点, 第二是现货价格的高点, 第三才是财务报表上的利润高点, 这三者一般间隔半年的时间。 所以对周期行业的跟踪, 首先是要看商品的价格, 业绩反而是放在最后的。 起底盘江股份, 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 公司是西南地区的煤炭龙头, 2019年借助扩产和大股东资源整合, 不断提升产能。 从中长期来看, 公司将借助煤炭主业, 向煤电一体化和新能源发电转型, 但目前尚不具备规模效应, 后续可以借助吨煤生产成本和毛利来跟踪。 第二, 结合煤炭下游的需求和主要港口的煤炭库存情况, 2023年煤炭价格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 对于周期性行业来说, 商品价格、 企业业绩和股价的关系是, 股价高点、 商品价格的高点和业绩高点。 对周期行业的跟踪, 首先是要看商品的价格, 业绩是放在最后一位的。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